当我在合掌的时候 就是对大家 还有对全世界的一种祝福 现在继续来研习《道德经》65章 前面64章 最后还有一段 很深 一般不容易读懂 很重要 很精彩 所以我把它暂时保留 不是不讲 把它接到65章后面 再来连接起来 大家就容易体会到里面的深意 请大家一起来讲诵 起 第65章 民心存补社会安 不知善为道者 非以明明 将以愚之 明知难知 以习至多 不以智至国 国之贼 不以智至国 国之福 至此两者 一基事 常知基事 是未选得 选得深以缘以 语物翻译 然后乃至大顺 第65章 白话解释 白话解释 古代那些有道德明君 他们教化百姓 主要不是要让百姓 学了很多知见 技巧 而变成很精明 实际 实际主要明明方向是让百姓回归 淳古 安厚 百姓之所以难知 是因为学了很多知见 技巧 变成实质变充 勾心斗角 耍全谋 有数无大 习数亦变邪 民导人若以视智变充 用自我的智谋来治国 将会伤害国家 百姓也会失去存补 而导致时光日下 民导人若用良心 德行 诚信来治国 为造福整个国家 以治治国 将导致社会混乱 不以治治国 将导致和谐心瓦 这是国家混乱或和谐的法则 为证者多了无社会混乱之一 与和谐之道 自然就会用道来化名 用道来化名 就会积下玄妙之德 崇报 崇美德出发所积的应得太深奥 太玄妙了 此种思维 引领了方向 与世主人的认知 引领方向是一百八十度相反 虽然与世人认知相反 但这才是真正的顺天之道而为 以道化天下 民风存古汉厚 社会才会真正和谐 民心相和 自然风调雨顺 国太平安 乃至天下大顺 这一张经文一样不长 但是这一张的经文很不容易理解 你从表面文字上去解读的话 很多你会错觉 包括第一句话 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明将以余之 这个一般人都没办法理解的 认为那些有道的人 包括有道的国君 他们就是要余敏政策 不是这样的 这里面含有很深的智慧 含有很深的密码 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从道的教育 和从数的教育 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之前有跟大家分析过了 现在大家连贯起来 就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这里所强调 非以明明将以余之 那个语不是让百姓变成很愚笨 而是让百姓恢复 什么 淳朴憨厚 大家不会在那里勾心斗角 耳鱼我诈 不会在那里耍权魔 耍什么智巧 不会这样 而是大家都很憨厚 很实实在在 这样的社会 多好 所以这是强调 从道来教育 普及 那这一种教育 它不是在那里 一直强调各种素 然后让你 只是学到很多的 知识技术技巧 然后却用那些知识技巧 去伤害别人 骗别人 或是来伤害 我们生态环境 很多人他学得 很好的技术科技 但是所作所为 却不顾生态环境的伤害 老子是希望 这一种不要更好 因为有那些素 对于社会 对于这个地球的伤害 会更大 除非你能够从道出发 所以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 能够回归道的教育 有道 有素 这样的话 就能够广力天下苍生 你有道的话 大家会从良心出发 从责任心出发 我们所作所为 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会对国家负责 会对后代子子孙孙负责 有责任心 有爱心 那你做的就不一样 你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会偷偷地在那里 排放废弃 排放毒素 不会这样 自然所作所为 都有责任心 这里强调的就是 回归道 社会就会很淳朴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就会很好治理 把这个经文练一遍 起 所以像这样的经文 这个一般人都觉得 这个不切实际 怎么要我们不要用智慧来治理国家 如果用智慧来治理国家 这是国之贼 这里讲的治不是 真正老子所讲的那个智慧 而是所谓的 四字变充 用自我去学 学了很多数 学了很多的 包括什么 神通 神机妙算 学了很多的特异功能 学了很多的技巧 然后用这些呢 认为自己比别人行 自己是强者 然后就要欺负别人 像这样的话 会让这个社会越混乱 所以这里讲的治 这是那些四字编冲 不是智慧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所以你从表面上去理解 很不容易真正的把它解开来 不容易理解到里面的深意 因为人类的语言 文字有它很大的局限性 老子所要呈现的 不是一般人 你从表面文字 这样去解开的那样的层次 这里面的含义是很深的 所以希望大家 用我们的生命 用心灵来感受 用心灵来看 看当今的世界 当今的社会 呈现出是怎么样的情况 一般人认为 很繁荣 好像很进步 但是你不要被这个表象所蒙蔽 你要深入去看 现在全世界呈现出来的 这种以工业 科技 经济 资本主义挂帅 没有强调道 没有强调爱心 没有强调责任心 这样造作出来形成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不要焉而盗零 我们不要鸵鸟心态 要客观地来看 人类这样的观念 这样一直强调经济指数 不顾生态环境 后面形成的是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客观地来看一些 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道德经济这里所讲的 民之难治 以其治多 强调如果用治来治理国家 这样是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 像这些世界各国的 大大小小的重要的工厂 化工厂 重工厂 你看每天都排出很多的废弃 这世界各国都有 把这个世界 你看我们本来非常好的 蓝天白云 这是从飞机上拍下来的 高空的云都被污染得很严重 你看这些云 这不是沙漠 是从飞机上拍下来的云 当它严重污染的情况是这样 这些都是现代的所谓的 从科技 经济 工业 然后牺牲生态环境 后面形成这样 为什么老子希望 尤其是引导人 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不要随那些世俗的潮流 一窝蜂的在那里 赶潮流 盲目的赶经济指数 而牺牲生态环境 一定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不然的话你看 连我们的狗狗都要戴口罩 甚至以后 连他们都要防堵面具 所以这个就是 人类要静下来去反观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作为 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有责任心吗 我们强调工业 科技 经济 但我们有没有在制造毒素 有的话 这些毒素 我们有没有负责任去处理 这个就是 道德经这里所要跟我们讲的 包括64章后面 所提到的重点 这个在这里 大家陆续可以看到 像现在的农业 农民本来很朴素 农民本来很单纯 但是被一些所谓的科技 农业专家 用所谓的现代化的方式 去耕种 把良好的田 为了贪求 快速 便宜 省力 结果我们用很粗糙的方式 去对待土地 那我说 喷了沙草剂之后 就省事了 而不知道这样的方式 对土地的伤害多大 把那些能够肥沃土地的 细菌 微生物 小动物 都把那杀死掉 所以这些土壤 它很快很快地恶化 像这些都是被喷杀过 杀草剂 我们本来黑色肥沃的土壤 在这样粗糙的 龙耕方式之下 很快很快地快速恶化 本来这是东北肥沃的土壤 现在变成这样 如果人类再不改善的话 你再这样下去 不出二十年 顶多三十年 这个地方 这个土地 就接近像沙漠了 这是几年前我在拍的时候 你看 本来肥沃的土壤 都已经逐渐沙漠化了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 看眼前的短暂利益 要什么快速 要什么速效 要产量多大 如果人类心灵没有净化 欲望欲贪无穷的话 一直要消耗更多 结果我们变成 不断地去压榨地球母亲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这是杀鸡取卵的方式 没有未来性 希望世界各国的领袖 都能够重新来检讨 检讨人类目前 所运行的这样的观念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我们怎么样来让地球 可以永续经营 这是非常重要 全人类要学习的课程 你看现在大家都有钱 买东西 然后随便丢 看不惯了就把它丢 淘汰 太换 人类很会制造垃圾 这是这几十年来而已 像我们小时候在乡下 乡下村庄里面 我们那个村庄有几百户 也算是不小的村庄 我们村庄里面 从我出生到读中学时期 我们村庄里面 没有所谓的垃圾车 去收垃圾 村庄里面有没有垃圾 没有 乡下农村没有垃圾 那些剩饭剩菜 那些剩下的东西 全部都堆毁 然后又回归田园 农村乡下以前没有垃圾 这才是良好正确的循环 结果后来 为了什么文明 进步 现代化 结果用垃圾车来收 结果一车一车的垃圾车 载了之后 载到哪里 随便乱丢 当然政府有政府规定的地方 但是一样 你把它藏到山谷 或是用土掩埋起来 它一样有很大的副作用 有些不负责任的用法 结果随便的堆积 甚至有的就堆积在河边 你看 这个是菲律宾的一条河流 成为垃圾河 要知道 这些垃圾你让它在河流漂流 它慢慢的会怎么样 流到大海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是一位国际的生态专家 他用心的去拍摄一些 实际情况的资料 让我们来看 人类是不是要从中去反省 我们哪里是不是错了 哪里需要调整 他到太平洋的中途岛 这个中途岛距离最近的大陆 超过两千英里 也就是三千公里以上了 中途岛在太平洋的接近中心 距离各大洲的这些大陆 超过三千公里 你看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居住 也没有什么工业 它本来这个地方是信天翁的天堂 但是这位生态专家他们去看了 他觉得真的 人类要好好地静下来去反观 本来是他们美好的天堂 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 对地球没有伤害 而且他们对地球 对生态环境都有在奉献付出 但是人类世界各国的 所谓的工业经济 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这些垃圾随着洋流飘飘飘 飘到这个海边 结果让这些信天翁他们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 他们本来是快乐地在成长 这是妈妈父母亲在喂养小孩 动物都有爱 他们活过一生 对地球没有任何的伤害 没有任何的污染 我们看看 那位生态专家他看到 岛上很多的信天翁 逐渐地死掉 而从死掉的那些信天翁 他看到他们肚子里面 竟然是什么 都是一些塑料 一些垃圾 要知道 是世界各国 飘过去的 所以他深入去观察之后 发现 哇 你看 这些鸟 这些鸟 它们的肚子里面 这是鸟死掉之后 肚子里面暴露出来的东西 都是人类所制造的垃圾 这只大鸟也快死掉了 奄奄一息 几乎是同样的情况 你看 我们不负责任地丢出了垃圾 它对这个生态是个伤害 而且它随着洋流飘 到后边 海洋的污染 各种动物也都受灾烊 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要客观地来认清 你看 这是刚死掉的 它把它剖开来 一样 里面夹出来的都是 人类所用的垃圾 这些都是小鸟 它们美丽的天堂 美丽的世界 而人类的作为 却让它们 奄奄一息 看 这只也是奄奄一息 后来死了之后 这位生态专家 在从中你看 取出来的 都是垃圾 都是人类的塑料 所以 这位生态专家 他就提出 我们是否有勇气 去面对当前时代的事实 也就是能不能客观来看 不要只看到 我们富丽堂皇 我们这样进步 我们这样很富裕 我们能不能去看到 人类这样的作为 我们产生出的副作用是怎么样 我们对全世界的生态环境 我们造成的冲击 是什么的冲击 我们能不能客观地去看 人类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深刻去感受 我们是不是有责任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变 我们自己的观念 心态 包括工业经济的 这种追求成长的模式 很感恩 这位生态摄影家 他具实的报导 让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中途岛上的那些情况 也希望他们的下一代 也希望人类的下一代 能够很健康快乐的成长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进一步去体会 也希望教育界能够好好深入去探讨 全世界都一样 希望大家好好去探讨 我们在教导的是术还是道 真的要好好地深入去分析 人类怎么样呈现出 真正人类的高等的智慧 高等的心灵 人类要有爱心 不是野蛮 不是要霸道 然后要主宰地球 然后不顾其他的生灵 人类如果是真正的高等心灵 高等智慧 我们一定都会跟万物和谐共处 所以 所以 过来 尽了 你 在爱 我们 要